二次元女孩每晚下班 都会兴奋地买一根大萝卜 然后蹦蹦跳跳地赶回家 可这天 她的萝卜不小心碰到了一位武士的萝卜 女孩连忙说了声抱歉 但那武士却让她站住 女孩瞬间懵了 自己只是碰了一下她的萝卜 她就要向自己发起挑战 女孩看了看自己的萝卜 又看了看她的 这分明就是两根萝卜而已 难不成这人是个神经病 为了自身安全 女孩选择继续向她陪不时 说完便准备赶紧离开 可男人又说道 女孩还想继续解释 但男人已经向她挥砍过来 好在女孩一下躲了过去 可看着自己的手臂 女孩才意识到 男人说的果然没错 她手中的萝卜竟然真的是一把武士刀 就在男人准备继续向她挥砍 女孩赶紧跪在地上求饶 男人见女孩可怜巴巴的求放过 于是就嘲讽了一句 接着表示自己会在一个月后 再次与女孩比武 如果不应战 她就去杀了女孩的心上人 听到这个 女孩彻底慌了 自己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姑娘 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 然而就在这时 旁边又走过来一个老头 老头的腰间也憋着一根萝卜 她告诉女孩 只要拜她为师 就肯定能击败那名武士 女孩瞬间高兴起来 但转念一想 这两人该不会是合起伙来骗人的吧 见女孩不信 老头便向她展示自己的刀数 女孩被这一幕惊到了 她觉得这老头的刀数肯定在那人之上 于是她决定赌一把 拜着老头为师 一开始 老头只是让她用大葱来练习 因为只有功力达到老头这样的级别 才有资格使用萝卜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女孩手里的大葱升级成为山药 接着是四瓜 经过半个月的不断训练 她终于拥有使用萝卜的资格 但想要萝卜发挥最大的威力 女孩还得每天挥砍一万次 因为只有做到人罗合一 才能击败那名武士 这天女孩收到一封战书 原来是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 但今后务必要好好照顾自己 男神觉得女孩怕是脑瓜子有点不正常 说了生三克游就离开了 女孩对男神的态度虽然有些失望 但她还是选择了原谅 因为今天的一战 不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男神 还关乎到她师父罗伯大侠的名声 我明白天生不醒 我本中有孤独的生